各位朋友大家好 朱德贺龙等人呢 1927年在南昌八一暴动之后啊 在民国的报纸上就有人出了一幅对联 那个上联呢就是朱培德 培朱德 朱德 吴德 并且呢征求下联 这个对联呢其实真的很难对呀 因为朱培德和这个朱德啊都是人民 彼此之间呢关系还很密切 近百年来啊这个对联呢似乎成了孤联 一直都没有人能对得上 倒是近年中国政治的发展呢 给这个对联呢提供了夏年的素材 我姑且呢就试对一下 那就是你克强克你强你强不强 朱培德和朱德这一对冤家呢 在近一百年之后啊 终于呢有了和他们有的一比的 另一对冤家 这个李克强和李强呢还真是个对上了 李克强留下的烂摊子还真的把李强给拦住了 李克强克你强 李强不强 我这一对有对联高手的话 请大家看一看 是不是正好可以对得上朱培德 培朱德 朱德吾德呢 这个好像贫责啊有点问题 但我们呢这里就不是真的迎师作对 就不多讲了 倒是有一句感叹啊 就是这个李克强啊 贵为中国的总理 连自己的姓名呢都是没有保障的 转眼之间呢就已经是死亡一年多了 这的确呢也印证了我们上一期讲到的 中共这一百年来啊 党内的自相残杀呢 是如何的残酷无情 不过我们这里不讲李克强怎么克李强 李强是怎么样的不强 而是呢要讲讲这个朱德是怎样的吾德 那么为什么当年有这个朱德吾德这个对联呢 这是因为啊 南昌暴动已击之后呢 这个朱德呢能够带领暴动失败之后的几百人马 生存下来了 靠的就是吃俗 也就是啊专门的坑害他呢 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几个老朋友啊 才生存下来的 那些被他坑的老朋友可就惨了 其中一个啊就是那个对联上面提到的 他的这个老同学朱培德 另外呢 他的这个把兄弟范世生将军呢 是被他坑得最惨的 不仅在军中的大好事业呢 是净服流水 最后呢只能够去做一个江湖的郎中 然而不到十年 这个传遍一时的吾德的朱德就摇身一变 竟然呢成功的洗白 还不仅把吾德的恶名呢给洗去了 反而呢还争得了这个道德楷模的美名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说起来 这与当年的一个美国记者写的一本长销书有关 是什么书呢 就是美国记者爱德加斯洛的畅销书 《西行漫迹》 后来呢这本书呢又以这个红星照耀中国出版 这本书啊不仅是第一次向美国人民介绍毛泽东 把毛泽东推上了这个世界的舞台 而且呢还用了一张的篇幅 把朱德也描绘了一番 他在这本书中啊就把朱德的名字呢 解释为红色的品德 他是根据这个中文的翻译成英文的 然后呢再把英文的反过来用中文解释 所以啊这个朱就是红色 德呢就是品德道德 朱德呢也就给他说成了红色的品德 那这里也就是说啊 这个朱德在这个红军当中呢 那是作为总司令 是生活简朴 身先士卒 与战士呢是打称一片 是一个道德的楷模 人如其名 我们之前讲的朱德和四个姨太太的故事 也好像呢是证实了 朱德的确是个有情有义的好男人 但是爱德加斯洛不知道的是 朱色是磁色也是血色 是血流成河 是杀人如麻 朱德的名字更符合他在中共建政过程中 血腥的象征 当然由于当时爱德加斯洛在延安采访的时候 没有见过朱德 所以呢很多关于朱德的事呢都是道听途说 这个来自美国的爱德加斯洛 可以说是被延安的人讲的朱德的故事呢给骗了 其实又何止是失落了 可以说几乎所有人都被朱德老式 酷厚的农民的面孔呢给骗了 就是到今天呢 朱德仍然被人们呢是交口称赞 好像呢在中共这一架巨型的绞肉机中呢 只有朱德呢仍然像一朵白朗花是洁白无瑕 但真实的情形是朱德的所谓德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就像我们之前已经讲过的 他抢取贺志华被戴绿帽之后呢 又痛下杀手 说死人打瞎了贺志华的眼睛 绝对是个心狠手辣的角色 话又说回来 其实呢爱德加斯洛了还算是一个比较客观的美国记者 在当年算是遵守新闻操守的 事实上在他的西行万纪的最初版本中呢 对朱德的早年生活那是很不留情面的 说这个朱德啊是一个夺齐的将军 是一个十亿的军阀和一个鸦片影极大的烟鬼 是一个呢十足的没有操守的无德的坏蛋 他在西行万纪的第十章战争与和平中呢 有一段是这样子写朱德的 在护国战争以后啊 朱德的声望呢就成立了 他的政治地位啊 也立刻的隆重起来 先做云南省的警察局长 随后呢又接了云南的财政厅长 云南和四川的老百姓啊 都知道当时的官员呢 需要具备两个条件 第一 他们呢都是贪赞忘法的 第二 他们呢都是吸鸦片盐的 朱德那是两样都犯的 另外呢 他也是一个多妻的人 据说他呢一共有九个老婆 他为了他们和他的许多子女 在云南省城里造了一座极富丽的房子 我们可以说他所渴望的一切 他都得到了 财富 权力 爱情 子女 殷书梦 别人的尊敬 以及一个舒适的将来 所以大家听了这个就知道 朱德呢 有九个老婆的说法啊 最早的出处呢 就是西行漫迹 因为斯洛没有采访朱德本人 是听别人转述的 后来呢 经过修订的这个西行漫迹之中呢 上面的那一段啊 说他什么贪赞忘法啊 说他什么西式鸦片呢 以及有九个老婆的内容呢 都给删掉了 斯洛为什么要删掉 朱德贪赞忘法 西式鸦片 以及有九个老婆的内容呢 是不是因为这些内容是错误的呢 我们这里呢 先不说朱德贪赞忘法 以及西式鸦片的事 只对朱德是不是真的 有九个老婆的说法呢 简单的做一下分析 我们现在看到的朱德的家庭资料 都只能查到朱德呢 是结过六次婚 这六个妻子呢 都是有名可查的 似乎这个斯洛啊 最后删掉这个朱德九个老婆的说法呢 就是因为了这个讯息呢 是错误的 不过我还是倾向相信 斯洛最初写的朱德啊 有九个老婆的说法 因为呢 作为一个训练有数的记者 斯洛相信呢 不会只是听了某一个人的一面之词 才下笔这样写的 而是呢 可能延安呢 人人都在传朱德 有九个老婆这样的事 他知道人们 对这种男女之事 是很关注的 所以肯定是听过许多人 都这样说 财宝寺这件事呢 给记录下来 写进书里面的 其实我们对照之前呢 公厨讲的这个朱德到上海啊 遣散三个姨太太呢 去留学的故事 就可以证实了 朱德九个老婆的说法 并非是没有根据的 六加三不就是九个吗 只是这三个被遣散的姨太太 没有留下任何的资料 最后呢 就成了一个数字符号了 以朱德当年在四川和云南 建立起来的这个事业和地位 以及她的一些生活习惯 她呢 这个是一天都不能没有女人的 所以呢 她带四个姨太太啊 到上海去啊 其实是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所以朱德有九个老婆 那个可能性呢 还是很大的 据说啊 著名的武侠小说大师 金庸写的《鹿顶记》中呢 韦小宝有七个老婆 她的原型呢 就来自于这个朱德和刘少奇 因为啊 他们的这个打天下和多老婆啊 好像是有内在的逻辑的 这个刘少奇也和朱德一样啊 是一个多妻之人 不过她与朱德不同的就是 她虽然结过六次婚 每一次呢 都是一个老婆离了或不在了 才另外结婚的 这里我们提到这个金庸啊 我就再多说几句 她的这个十五本武侠小说啊 大家都知道那是独步天下 前无古人 也可能呢是后无来者 不过如果大家只是把这些小说啊 当成是纯武侠小说来看呢 就有些辜负了这个金庸的苦心了 事实上 她的这些小说 基本上都是一些近乎这个政治寓言的小说 同中国的这个历史啊 尤其是当时中国的政治人物啊 很多都是对得上号的 可惜的是到现在 我都还没有看到那些研究金庸的专家们呢 在这方面呢 有所贡献 将来如果有机会 我或者呢也可以来讲一讲 不过这里有点跑题了啊 我们还是说回朱德 那么朱德到底有多少个老婆呢 由于我们已经查不到当年的资料 虽然我倾向于朱德比维小宝还多两个老婆 但是由于查不到朱德 另外三个老婆的任何的信息呢 我们也就只能把九个老婆的说法呢 当成是朱德 在和这个朋友们啊 摆农门镇的时候呢 是吹牛皮 讲大话 不管这个朱德有九个老婆也好 只有六个也好 其实呢都可以证实 朱德那真事无得的 不过其中呢 还是有不少的精彩故事 就像我们之前呢 说过这个贺志华和朱德的故事呢 就精彩无比 他呢 他呢这个由于卷入了中共党内的这个权真啊 最后成了一个悲惨的牺牲者 说起来我们现在之所以还可以还原朱德的几段婚姻呢 还得多谢了来自美国的美女记者史莫特来 他从这个1937年年初呢 到延安之后 就对朱德啊 进行了很长时间的采访 还写下了这个朱德的传记 伟大的道路 我们在之前的故事当中呢 就已经多次的提到了这本书 老实说 这地区呢 是一本失败的传记 虽然我认为呢 中国在朱德的死前 都没有能出版这本书 是一大遗憾 是中国出版自由的一大讽刺 但是这本书呢 的确是可以当得上 蛮子荒唐言的评语 因为啊 书中基本上都是朱德的一面之词 而且是假话连篇 但是这个美女记者呢 对一些常识性的大话假话都分辨不出来 再加上她完全呢 又不去做调查 也不去求证 只是呢 像一部录音机一样 照抄照录 以我这个做新闻几十年的经验啊 这个史莫特莱的记者水准 那是大可质疑的 虽然史莫特莱作为记者 写这本传记呢 是一个大失败 但是呢 这本书也并不是完全一无是处 至少她呢 这个在对朱德女人方面的用心呢 那是超过其他方面的 对朱德的这个感情生活啊 假如我们假定这个朱德有感情生活的话 那这个史莫特莱还是留下了不少的第一手的记录的 甚至可以说啊 这个史莫特莱呢 以她是一个女人的这种敏感啊 对朱德的感情生活 那是特别的感兴趣 可以说得上是穷追猛打 虽然呢 在讲述这些婚事的时候 朱德显得有些是不请不愿 甚至很多时候啊 还出现错误 甚至呢 是撒谎 把她的这个什么强取名女的行为呢 还当做是什么叫不是常规的婚姻 但是从史莫特莱的技术中 我们还是可以品读出啊 这个朱德无德的不是常规的婚姻呢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先看一看朱德的第一段 不是常规的婚姻吧 我们之前已经简单的提过 辛亥革命之后不久呢 在朱德从军的云南 也举行了这个重九起义 领导起义呢 并成为这个云南都督的这个蔡厄 就率先呢 就纳了一方小妾 而朱德呢 也在一年之后 在家中啊 还有原配夫人的情况下呢 也娶了一位儒夫人 这个呢 就是朱德的第二个妻子 萧居芳 但是在朱德的嘴中 却说成是她的首次婚姻 朱德呢 是这样对史莫特来说的 1912年秋天呢 我结了婚 妻子的名字呢 叫萧居芳 师范学校的学生 18岁 出生于积极参加维新运动 和革命的知识分子家庭 她是个诚实和相当进步的姑娘 也没有缠足 她的哥哥在部队里和我是朋友 是她呢 筹办的这件婚事 我那时呢 已经是26岁了 照平常人说来啊 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 我是个正常人 也希望有个妻子 关于这个萧居芳呢 史莫特来在书中还写到 朱德从来没有说过 她是否喜爱这位姑娘 可是运不着她向我解释 我便了解到她并不喜爱 她提到两人的关系是 最多说到她和她的妻子是朋友 遇到一处呢 总有话可谈 她自豪的说明 这婚事并不是资产阶级的 两个人在决定结婚之前呢 曾经在萧居芳家呢 见过面 谈过话 其实我们考证朱德的这个感情生活啊 也许萧居芳呢 可能是她一生唯一的珍爱 岂不说啊 萧为这个朱德生下了唯一的儿子 朱祺 从这个朱德的出生呢 以及她当年的这个年龄和社会地位呢 她还无法为自己赠送女人呢 做奖品 所以说啊 朱德和萧居芳呢 无疑是有爱情的 只不过呢 萧并不是朱德所说的18岁的女学生 而是呢 已经是27岁的师范学校的老师 比朱德当时还大了一岁 两个人呢 其实呢 是姐弟恋 在中国2001年和2021年拍的两套 讲述这个朱德生平的电视剧呢 也都把朱德和萧居芳的爱情呢 当成了一个重点 只不过编造的痕迹呢 都太重 但是呢 也提到了一个事实 就是呢 萧居芳是朱德1909年到云南后 最早认识的年龄相当的女性 到1912年 她们已经是相似三年 彼此的非常熟悉才结婚的 提到萧居芳的年龄啊 我这里倒还有一个疑问 那就是萧居芳之前是不是曾经嫁过人呢 如果到27岁才第一次嫁人 在云南那个地方啊 这种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这种时代背景下 那是有些不可想象的 而且啊 这个萧居芳知书是礼 又是师范学校的老师 我宁可相信呢 他在嫁给朱德之前呢 已经有过这个婚姻生活 毕竟朱德也是二婚 两人那是近况一样 地位是平等的 所以呢 有一种可能性 也就是萧居芳是离过婚的女人 所以呢 朱德不愿意多谈 另外呢 他不愿意提和这个萧居芳有爱情 是因为他接下来 还要谈到他与这个陈于珍啊 与吴若兰啊等等 其他人的婚姻 如果说他和萧居芳是有爱情的 到1917年 他就和这个陈于珍等人结婚 岂不是说朱德就是一个父亲汉吗 1895年著名的中国启蒙思想家 袁富写了一篇文章 里面有这四句话 叫做 华丰之弊 八字尽之 始于作为 忠于无耻 在史莫特莱比下 朱德讲到他的女人 真的可以说是 始于作为 忠于无耻了 只不过朱德这一作为啊 为了要圆这个谎言 他就只有不断的呢 用新的谎言来掩盖 倒是史莫特莱 这个来自大洋彼岸的女人 哪里知道朱德的这个花花肠子 甚至是未加思考呢 也没有去求证考察呢 就相信了朱德的一面之词 在史莫特莱的书中 他是超过常态的 关心这个朱德的女人 也所谓是关心折乱 对一些细节呢 也就忽略了 我们再回头来看朱德的女人 到了1915年底开始的护国战争啊 朱德打出了名堂 成了护国的名将 不仅收获了名声 更是呢 变成了一方的军阀 事业更上一层楼的朱德呢 这一次的自我奖励了 那就远 超过上一次了 如果我们采纳他九个老婆的说法呢 那他在接下来的四五年里啊 至少是娶了五房的姨太太 而且呢 还把四川北部 怡龙老家的十多个家人呢 一起都接到了川南的卢州 包括朱德的父母亲 以及原配刘崇征呢 也到了卢州 朱德自然那是大享其人之福 而在这几年所娶的姨太太当中啊 除前面提到的这个贺志华之外呢 能够享有朱德妻子名分的还包括这个陈玉珍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把陈玉珍的当做朱德的第三个妻子 不过朱德在向史木特莱交代这段婚事的时候呢 又傻了谎 朱德是这样对史木特莱说的 1916年底 蔡厄的遗体啊 下葬不久 朱德的年轻的妻子得了类似磁力的 奇怪的热病 不幸的去世 现在呢只剩下朱德和上母的婴儿 他只好把孩子托付给朋友带为照料 一个国民党老同志劝朱德再婚 以解决家庭问题 因此啊 还不到年终 他就同意了叙旋 由他呢 部队里的一个朋友做了媒人 这婚事在当时呢 也还算是新事 因为啊 这个朋友呢 有个受过教育的妹妹 天祖 参加过辛亥和1916年的革命 若不在婚前同求婚的人见面谈谈 他就拒绝考虑婚事 于是这两个军官呢 就起码直奔奴州西面的南西而去 在途中啊 那个朋友一再的夸他的妹妹 陈玉珍 那是聪明过人 可是呢 也很任性 家里提出的多少次婚事呢 都遭他拒绝 蹉跎下来 已到了21岁 在那时呢 称得上是老姑娘了 朱德在谈到这个后来 与他结婚的妇女时 声调和态度都有很大的变化 这是他自己也未曾意识到的 爱这个字并没有出口 不过很明显 他对于陈玉珍 几乎是在第一次见面时 就深深的爱上了 据朱德说 这个妇女并不漂亮 也不难看 可是呢 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夺人的风度 在警索双眉 奴隶形容他的时候 朱德的声调极为柔和 而且呢 带有几分尊敬 他说啊 最吸引我的地方 大概是他的端庄 沉坐和自信 此外呢 还因为他曾作为地下工作者 参加过辛亥和1916年的革命 他出生于一个小康读书人家 很早就和革命运动呢 有了接触 我们在谈话之中 发现彼此都读过很多书 都爱好音乐 此外呢 还有许多共同的地方 现在一时呢 也说不上来了 从来以后不久 我们就结了婚 他没有生小孩 所以我只有这一个孩子 以上呢 是史莫特来的描述 我之所以大断的引述啊 那是因为文中呢 提到和这个陈玉珍的婚姻 朱德都是谎话连篇 我们只能说 那绝不是朱德的记忆错误 而是呢 他有意呢 用谎言去误导这个史莫特来 我们这里呢 就来撤穿朱德 再在短短的描述中的五大谎言 第一是关于这个肖聚芳的死亡日期 朱德啊 说是1916年的年底 事实上的肖聚芳是1919年6月才去世的 第二 朱德娶陈玉珍不是1919年 而是1917年 并不是为了他代儿子而娶的 第三 陈玉珍当年是18岁 而不是21岁 当然他也不可能参加什么辛亥革命 第四 陈玉珍并不是他的朋友的妹妹 事实上呢 是他结拜兄弟孙并文的外甥女 这一点呢 也有可能呢 是朱德记错了 错把这个陈玉珍呢 当成了贺志华 贺志华其实是他属下和朋友的妹妹 第五 朱祁并不是他的独生儿女 当时和史莫特来谈话时 他还有一个与贺志华的女儿 因为朱德不能提这个贺志华 所以也就只能够骗说只有这一个孩子了 事实就是事实 陈玉珍其实不过是朱德在四川奴族取得多个小妾中的一个而已 作为战争英雄 朱德当时是名利双收 受到女人垂青 那也是正常不过的 倒是如果没有女人来图怀送报 才会叫人怀疑他有什么问题呢 至于具体来说 陈玉珍嫁给朱德是由他的结拜兄弟孙炳文介绍 还是朱德自己找的 或者说是陈玉珍自己送上门来的 其实已经并不重要 倒是朱德和陈玉珍显然未必说是一见钟情 但两人之间的关系却保留了很长的时间 一直都保持通信 甚至朱德到德国之后 还向他的入党介绍人张生甫说 他的妻子叫陈玉珍 以至于张生甫一直把朱德身边的贺子华当作了陈玉珍 但是朱德和陈玉珍两人之间的关系 绝对算不上是革命同志的关系 虽然朱德想把陈玉珍也定义为革命的通道 在朱德从欧洲返国之后 他又把陈玉珍带在了身边 只是在南昌暴动之前 陈玉珍回到了四川老家 以后再也没有出现在可见的朱德的世界中 但是这并不表明朱德从此就和陈玉珍断了联系 例如在1937年的9月 朱德在山西抗日战争的前线回信给陈玉珍说 知道你十年的苦旷如同一日 家中支持多赖你奋斗 我对革命尽责 对家庭感情较薄也是常情 望你量之 到了1950年 朱德还邀请陈玉珍在汉口相见 分别之后 已经是64岁的朱德 还给他写情书 说玉珍 自别后你多受惊恐 无日不神非左右 你的深情我是深知的 谢谢你 我们分别是为了革命所需 不是其他 这个信中又说 希望你努力加餐 为国尊重 将我和家乡忘掉好了 这是你真正的名言 是真知我爱我的 直到1967年 陈玉珍去世 不知道是不是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 而遭到不幸 说到这里还得感叹一下 中共当时的圈子还真的很小 陈玉珍的舅舅孙炳文 这个在中共历史上那是昙花一现的人物 却把这个朱德和毛泽东之间 甚至周恩来 林彪之间呢成了一根牵线 把他们这些巨头们呢牵在一起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啊 朱德娶了这个孙炳文的外孙女 而在二三十年之后呢 孙炳文的漂亮女儿孙为氏 林彪一度是狂热的追求他 这个孙为氏呢 和毛泽东和这个周恩来啊 之间也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 这个暧昧关系成为人们呢 茶余饭后的谈知 萧居芳 陈玉珍 贺志华三个呢 都是朱德早年的所谓旧时代的小妾 到了朱德徒生中共为中共打天下 那他的婚姻又怎么样呢 当然也很精彩 他不仅比曹操当年歌须气袍还狼狈 在败走巡屋时 还尚气气袍成为军中笑话 我们呢 下期再来解读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